我今年,我現在放暑假,但是只要過我就要14年級了 今天我要先唸一張我自己寫的作文 我的呼呼式很斷美,寫作時為二人級 有一天出現一件呼呼式 我現在夾清,我在紙上畫畫,從前面編了好玩故事 我畫了一個男生,美曲一點點,再畫了一個女生,也美曲一點點 我把那個男生寫成是一生性很糊塗的小朋友 想說轉雙開發轉學到那位女生的學校吧 我寫的那個男生以前的學校 藍色在前面 藍色在後面 但是現在的新學校 藍色在前面 藍色在後面有一天 我直接去挖 怎麼停下來的 啊!想到了 我又選擇那個男生 因為在下課室太想上這座文學 我一定不準 嗯 句子唸起來好像不太不順 算了 我又選擇 所以一直忘了藍色在後面 有緊急玩貓 從前面的廁所 噓噓噓 那位女生剛好上完廁所 打開門出來 看到那個男生竟然在一間 有女生吞噬的麻糬噓噓 噓噓噓 更要命的時候 他還忘了關門 女生打叫 啊!破吧! 那個男生的快害就死了 他說 天啊! 對不起 想到這裡 我會整理不住 哈拉特調的起來 但立刻用手 我會滾我的嘴巴 別笑了 哼 我又有寫過 那位女生 罵男生 糊塗蛋 我狂流手 按我又有這個女生 直到濕了來笑 洗完了 水也喝完了 我拿著水塗 想要洗裝水 一路走到教室外面 用轉洗裝水區 走轉洗廁所 結果我的一床腳居然往皮關 我用力拍了一下頭 畫自己 我也是糊塗蛋哥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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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